换来的牛乳 大口吃下煎鸡母鸡换来的鸡蛋食 我们都应该怀着惭愧与感恩心 我们的一切是多少生命用医生换来的 愿自己尽量做到 不让众生受苦 动物对人有恩 我们应该有善的对待爱护他们 善的力量需要您的参与 上面电视与您一起用行动挽回时代的迷思 用慈悲地窖和平新世界 接下来请收看长老法语 各位三知识 所有惠生不由他污 所有惠生 原文是巨族惠生 巨族惠生 原来就是说这个时候他已经这个惠生 圆满巨族了 引证只用这个所有两个字 是把巨族改成所有 他这个用意啊 你说到了这个出发性 是陈正觉所成就的惠生 那么他就把这个巨族两个字 包含在惠生里面 就是用所有两个字啊 来说明他的意义 等到出发性时 他所成就的惠生呢 不要靠其他的方式来开悟的 他自己就可以亲自提真 所以叫做不由他污 惠生不由他污 这六个字是赵经文赵超 只把那个所有啊 是把原文的巨族改过来的 那么这句句是完全赵经文 后边的清静妙法身 沾然印一切 这两句啊 不是完全赵原文 而且这两句是巨族啊 是出在后边的出发性功德评 是在出发性功德评的长文以后的重颂里面 而重颂里面呢 清静妙法身 这一句是按照原文赵超 那这个经文里面的重颂 它是清静妙法身 下面这下去是印线种种形 犹如大幻思 所要五不见 还有相当长的一段文 大概有一页半多 就是三面以上 然后啊 到了后边有这么一段文 说清静妙法身一 普印一切事 沾然长不动 十方五不见 它这个沾然印一切啊 是把这个普印一切事 沾然长不动 十方五不见 在这三句的前两句当中 把这个沾然搬在上头 普印一切的印一切 摆在下面 而成为一句五个字的句诵 配合前面的清静妙法身 沾然印一切 成为一个句子 这个句子在法法悬疑里面呢 原来这个智泽纳斯引证 就是这样这样说的 所以古代用经文的这个引证文字啊 它有的时候不是按照原文 完全照说下来 所以有的时候 它是有所变通的 所以这个清静妙法身 这一句是原文 沾然印一切 经文里面没有这种的成文 是把这个沾然长不动的沾然 搬到上头 上面的普印一切事的印一切 把它摆在下面 就是成为沾然印一切的一句话 不过这个都是 这是锦衣华言里面所有的原文 实际上它这个引证是顺序经文的原文 有揭露 但是呢 它用意啊 是要证明 出发性是陈正觉的这个道理而已 如果是巴士华言 唐朝十三南陀法是翻译的那个巴士华言 这一段文就有一点不一样 所以这个出发性是变成正觉 所有会生不由他物 而这个巴士华言的里面的发 这个翻译啊 就翻成出发性是 即得阿诺多罗三马三菩提 知一切法 自信自信 成就会生 不由他物 刚才念的这一段文啊 是巴士华言的 出发性是相同 变成正觉 巴士华言翻译 即得阿诺多罗三马三菩提 阿诺多罗三马三菩提 就是佛的国物呀 跟这个变成正觉 意思是相同的 只是一个是翻译 阿诺多罗三马三菩提 是翻译 变成正觉是中文的意思 知一切法 自信自信 就是刚才六十华言里面的 知一切法 真实自信 知一切法 真实自信 唐一九一作 知一切法 自信自信 真实 把它改作自信 其他都相同 成就会生 不由他物 也是相同 那么关于这一段文的解释 现在简单消文就可以了 前面引证 法伐经 法伐经 由这个开释 误入佛子之见 这一段 那么正好配佛 柱形 相 地 这个四十卫 这个四十卫 所以开佛之见 配十足 四佛之见 配十心 误佛之见 配十回向 入佛之见 配合这个十地 所以开释 物入就是 住心向地的四十结位 所以 这个四教委的文字里面说 法伐中开始误入四肢 对原调住行向地 此四十微 这前面也有解释 不必再说了 华言源 华言就是华言经 现在引证的文字 他当时是根据六十华言 经地华言里面呢 引证这段文字说 出发心时变成正觉 刚刚出发心的时候 就成就正觉了 正觉就是佛国 所以唐一番说 不过这个佛国呀 不是究竟佛国 实际上 这段文啊 就在天台式要义的后边 讲到十注位的出注 十注位的出注 就是这个正文啊 正文在后边 三十四月里面呢 就已经有解释了 那么他的开词就在 三十四月里面 一样是引证华言经 看出后文呢 把它对照就可以知道了 后边的出注的引证文字 也是这样的 华言经云 出发心时变成正觉 所有会生不由他无 清定妙法身 沾然应一切 然后边是要疑的人 接下去就把他解释 说解约 解释说 出发心者 出注明也 边成正觉者 成八相佛也 是分正国 以此叫真因 不是成的妙觉 所以他接下去说 未成妙觉 妙之甚一 如果认为这个出发心时 变成正觉 就是成原教的究竟佛国 那是很错误的 妙 就是妙就是错误了 那么这是说明啊 这个出发心时变成正觉 那个正觉啊 只是能够分身八相成刀 就是破一份无名 正一份法身 成就一份三德 正因理心发 呃呃 远因善心开发 妖因慧心开发 所谓三因顿发呀 呃 这个时候 他可以分身百戒作佛 在一百个小世界里面 视线八相成刀 呃 可以视线做佛的这一种的境界啊 来做度化众生思业 这个道理 跟华言经的十地平里面的粗地 粗地里面所说的道理 呃 可以做解释的 所以这就说明 那个出发心时变成正觉啊 呃 不是指的究竟佛国 而是指他出注位 原教出注啊 他就能够分身百戒 视线八相成道成佛了 所以这个出发心时变成正觉的这个 就是我们刚刚开头这一段 因正法法经以后的华言经这一段 呃 呃 视教于急咒里面的解释就说 出发心者 三因性开发 即出注位 呃 所以这个出发心啊 就是出注位 呃 出注位 三因的佛性 通通都开发出来了 三因 就是正因佛性 呃 呃 了因佛性 缘因佛性 缘是因缘的缘啊 正因就是指本有的佛性啊 已经开发出来了啊 所以他能够破一份无名 正因开发 呃 那么了因开闲 呃 那么缘因成就 他就能够分身百戒作风 所以三因性开发 这就是出注位 呃 接下去 集注里面解释这个呃 这个原文下面的词 名 元 四十二位 呃 说明这个词名 元四十二位啊 集注里面就写作 二注一驱 莫不皆然 故皆云 元四十二位 他说 到了这个时候 出发心 出注就已经能够破一份无名 正一份法身 啊 分身百戒作风 八相成刀 那么二注以需啊 每一个位置都 增加破无名的功能 法身 纷纷闲 无名 纷纷破 啊 啊 所以四十二平无名当中 这个出注就破一品了 然后啊 十注破十品 呃 十行破十品 呃 十回向十品 呃 十地 最后 也是破十品 到了等级破一品 在菩提寿下 成佛 就近成佛的时候 破最后一品 剩下无名 那么四十二平无名破尽 才就近原成 这个原教的佛国 那才是就近济佛 这只是分正济佛 所以说 后边原教四十一位 呃 呃 连这个出注的四十二位 未未都是相红 都是破无名 正法身的圣国 所以后边 呃 每一位都破一份无名 都正一份三德 呃 这个法身 更为显明 到了就近济佛 才是就近圆满 呃 所以这个此名四十 呃 原四十二位啊 只是说明 说原教的四十二位 未未破无名 未未正法身 到就近佛国 都是如此 并不是说 出注 这个就这个 出发心是成佛呀 就跟就近佛国相同 不是这样的 呃 所以这是出发心 住的佛国呀 就是呃 刚刚破无名正法身 能够分身百戒作佛 然后呃 十倍十倍增加 百戒千戒万戒等 一直往上增 呃 所以到了就近佛国呀 近十方便法阶 都是佛的 就近国地的境界 那么上面引证的那个 清净妙法身 这两句话 这两句话只是说明他破无名正法身 的那种境界 啊 他这里并不是说明那个四十二位 他是说明啊 出发心出啊 破无名正法身 呃 他的境界就是清净妙法身呢 这本有的清净法身 已经显了一分了 呃 吴明波一分 法身就显现一分 呃 这 沾染 是指这个法身离体 沾染不动 呃 呃 好像月印千疆一样啊 沾染印一切 他可以映现在 百戒当中啊 视线八项成道成文 沾染印一切 就是说 呃 住在菩提寿下 成佛 成佛 他可以在 映现在他可能的范围里 视线成佛 那么出处就是一百个小世界 视线成佛 那么这样啊 十倍十倍一直增加 到了究竟佛国 就是千百亿法身呢 实际上 近十方变法界 都是佛的映 呃 那么他这个道理 呃 就说明啊 华严经这一段文 初发心变成 呃 变成佛的这个意思啊 你说 初发心住了原教 菩萨 他就已经 破了一品无名 震了一份法身 从此能够分身 视线成佛 就是 分震 济 济 一直到呃 四十二平无名破镜 正就近 机佛 那才是就近原教的佛国 那才是就近佛国 那么这一段文 他的原意就是如此啊 啊 那么实际上 你把对照后边解释十注的那个初注文 啊 就刚才说的那个第三十四页啊 解释初注的那一段文啊 把它配合起来啊 就可以明白这一段文的意义了 实际上 在这个录音带里面听起来 好像这里少了这么一段啊 啊 实际上是没有缺少的 因为后边 后边解释十注的时候啊 他这一段文都有解释 这一段文都有解释 既然在后边 出注文里面有解释啊 这里 纵然这 呃 几句话 引证华元经的这句话 没有解释 并不算漏掉 不算漏掉 但是初听的人听到这里啊 就觉得因为这个呃 停电停下来啊 等到他有电的时候啊 接下去的 这已经解释的后文很远了 解了后文的这个无凭位去了 那么因此突然之间啊 法法经引证的这个重型向帝 这个配 开始侮辱 刚听完 接下去不是了 就是那个无凭位的解释了 会死人啊 莫名其妙 那么呃 到了后面才补充啊 那么补充的时候啊 又缺 缺了那个 说明补充的文字啊 突然之间就接上 这个呃 维摩金云语下的解释 所以对于这 这个第三十五卷啊 录音带四十四卷当中的第三十五卷 这一段啊 发生这一种的呃 这个错误啊 呃 使人呃 听起来不大舒服 是很对不起各位听众的啊 那么实际上你听到后面第三十九卷 第三十九卷里面呢 呃 他就有解释 就是录音带的第三十九卷 呃 到了录音带的第三十九卷的A面 呃 呃 后半段 他就有解释这个出注位 呃 跟这个呃 尹正华眼睛这段文 在那边就有 已经有很好的说明了 呃 所以呃 虽然听起来好像漏掉 呃 不过在意义上 后边呃 有出注的解释 呃 可以把它看作补充的 但是因为有人呃 就在这一段文一听到这里 呃 那么接接不下去 那么是有一种啊 呃 听起来就得不舒服的感觉 所以有人要求 所以希望能够把它补充啊 那么今天我就在这个地方 把这一段再加以补充解释啊 呃 在这个末法时代 能够真正发心 来研究 这一类的呃 很不容易了解的高深的佛法的这个理论啊 这是很不容易的 呃 呃 这一部天台式药仪的参考资料啊 呃 比较普遍的 就是 视教于脊柱 脊柱 呃 天台式药仪脊柱啊 有人发现把它 呃 将25开盆放大 呃 印成16开盆 字很大 看起来相当方便 尤其老年人 呃 看这个天台式药仪脊柱啊 可以做这个 这个式药仪的 证文的研究的参考 另外 有 辅逢祭 辅逢祭 天台式药仪脊柱 辅逢祭 呃 这是最详细最详细的啦 呃里面呢 它各家的注 注解里面 彼此有不同的看法 也把它呃 对照起来 加以研究说明说明 里面这个 还有这个 视教于的背诗 呃 还有视教于的集结等啊 它里面 都有包含在里面 这集注 辅逢祭 辅逢祭 是最详细的注解 那么研究 视教于 可以做参考 那么 呃 关于补充这一段话呀 就说到这里为止 呃 祝福各位研究 天台式教于的 呃 各位善知识 啊 那么对于天台式教 能够深入 啊 博通天台教义 由此深入精脏 成为智慧如海的 呃 这个研究佛法的 呃 这个高僧大德 或者是在家居士 也是一样 能够由此深入精脏 呃 式教啊 就是好像研究教理的 呃 大纲一样 呃 对于研究中国佛教的教义呀 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而且我们看中国佛教的古代著作 离不开这个 离不开这个 这个 室教 离不开天台的教理 因为很多经论的著书啊 呃 而不是天台家就是天台家就是玄熟家呢 呃 就是这两宗的教义最为普遍 而且天台更更多 所有的经论著作呀 用天台教理的更多 所以因此之故天台的五重悬疑 呃 教官刚宗 这是天台的入门书 天台式教仪跟呃 呃 偶尼大师的教官刚宗 这就是入入天台之门的一部两部入门书 呃 教官刚宗啊 呃 有进修法师的科师很详细可以做参考 而里面也很多啊 把这个呃 诗教仪里面的这个解释 把它编进去呀 做参考 这是很好的入门书 那么把这两部都懂了之后 再进一步啊 去研究天台三大部 法发悬疑 法发文具 魔法指观 那就更为完美了 就是成为天台一家的教理呀 得到真正的了解 我会信 对于天台啊 只是学到一点点皮毛 也不够深入 讲也不够呃 算是最圆满呃 呃 那么只是可以做出入门的人的参考 里面也许还有一些啊呃 不神理想的地方 那么如果有人发现里面有什么问题啊 呃 希望能够指正啊 现在讲的是明这个原教的卫士当中啊 呃 以诸经通识通识通识说说明这个原教的呃 这个卫士的意义啊 那么这个前面印证过法法经 华元经啊 里面所说的这个比较只有呃 呃 说到关于这个呃 呃 说到关于这个呃 卫士的意义 呃 接下来引证这个维摩经 这个维摩经 维摩经里面所说的 只是说呃 只是说呃 呃 卫士的意义 而并不是在判定位置 前面说的 前面说的如果有人到了这个卫卫林中 所闻到的香味 闻不到其他的味道 只能闻到这个卫卫花香 小黄花的那个香味 呃 那么用这个来比方说 现在来到这个维摩藏师 维摩居士所住的这个藏室里面呢 只听到究竟佛果的呃 呃 道理 呃 词文佛法 所以说维摩诸佛功德之香 呃 为止是单 单单只是听到佛果上的 无量功德的种种香味 呃 那么这个道理 呃 前面已经说过了 就是在圆教里面呢 每一法都是究竟圆意 无法不圆啊 进入圆教来 法法就圆了 那么这是显示圆意 又圆 入不二法门 维摩经的第九品啊 叫做入不二法门品 啊 维摩经翻译过来之后啊 在中国很流通的 从这个六朝时代啊 也就是东京以后啊 啊 一直到唐宋 都是非常的流行 啊 因此这个名像啊 啊 这个名啊 啊 这个名义 所谓入不二法门啊 不但是佛法里面 学佛的人差不多都知道 就是一般世间的 啊 这个儒家 儒家 啊 研究世间法的 那这个 这个学问啊 啊 文学家 他们都知道这个入不二法门 所以凡是讲到 这是他的方法 啊 他的最高的方法 他就说 这就是我的入不二法门 这是我的不二法门 所以可见这一部经 当时流通的情况了 啊 也可以说 从翻译过来之后啊 都是非常普遍的在流通 啊 那么 啊 尤其那些 啊 虽然没有学佛 夫子们 啊 儒家 读书人 他都是很喜欢念这个维摩经 读维摩经 因为那个文字太好了 啊 纠摩罗斯翻译的文字太好了 里面有好多道理呀 啊 他都是喜欢读的 啊 因为这个里面的 啊 这个法位呀 他能不能体悟到 不得而知 但是他在文字上啊 有他接了很大的缘啊 这就是所谓世界西坦欢喜一啊 那么入理不入理 那是另外一回事 最起码他们得到欢喜一 所以这部经啊 人人喜读 啊 呃 在这个如 入不二法门品里面啊 有三十二位菩萨 各个说他入不二法门的道理 啊 每一位菩萨 都有他的一套啊 都说他的入不二法门的方法 那么说到最后一位 三十一位菩萨都说完了 第三十二位 就是文书斯利菩萨 啊 文书菩萨就说 呃 如我一则 以一切法 无言无说 呃 无事无时 李朱问答 是为入不二法门 文书说 以我的看法 呃 所谓入不二法门呢 以我的意思来看 在一切法里面 不能用以言来表达 不能用言说 所以说一切法 无言无说 不能用言词表达 不能说的 嗯 也没有办法开示 嗯 也没有办法用心去体会 无事 无时 是就是认识的是啦 第一个是是开始的是 也没有办法用用什么方法来显示 也没有办法使你的心体会 这叫做无事 那么总之 李朱问答 因为前面三十二位 各个都有问有答的 啊 离去一切问答 啊 不能用言文字表达 那一种的境界 那就叫做入不二法门 嗯 这就是文书在入不二法门 三十二位菩萨都说过呢 那么最后文书就问 维摩接啦 啊 他说我们 我们都说啦 啊 什么叫做入不二法门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个人的看法 我们都说过啦 哎 那我请问 您这位大局是 您的不二法门又是如何呢 维摩接 给这个文书一问啊 他就是念闭口真言 哈哈 不说话 啊 不说话 嘴巴闭起来 不说话 默然无言 啊 默然无言 没有说话 啊 这个时候 只有文书听懂了 文书听懂了 因为刚才他才说过嘛 无言无说嘛 啊 那么文书就赞叹说 善才是为真入不二法门 啊 这个无言无说 才是真正的入不二法门 啊 用讲的 都不是究竟的 都有二 只有无言无说 才是啊 不二法门 啊 完全不能用 一言文字表达 所以古德 啊 尤其在智者大师的 这个静明经书里面解释说 他说前面的三十 三十一位的菩萨啊 是有言言与无言 有话可说 来说无言 有言言与无言 哦 讲我 讲我 哦 有言 就是有话讲了 言与无言 啊 说与无言 有言言与无言 这是三十一位菩萨的 这个入不二法门 啊 啊 而文说菩萨呢 他是无言言与无言 啊 不能用话来表达 他是还是话表达 不能用话表达 他知道这个文 啊 这个波尔法门 不能用话表达 无言言与无言 啊 无说无事吗 无言无说无说无事吗 啊 无言言与无言 那么这个境界比前面三十一位菩萨要高得多了 啊 因为不是用音乐拇指表达吗 啊 那么 静明居是维摩接 维摩接啊 那才是真正无言 啊 无言 无言 才是真的无言 啊 不能用话说 无言 啊 那么最好我也都闭嘴了 啊 我这个话说的太多了 啊 那么这个完全不用说话 啊 无言 无言 才是真的入波尔法门 无言 无言 才是真的入波尔法门 波尔法门这样入的 啊 那么有人说 啊 我这一套啊 这就是我的入波尔法门 你那个什么套 那么你是你自己一套 啊 他很会吃面 我这一套我吃面的入波尔法门 啊 怎么样的吃吧 嗯 那么我穿进服 穿进服的波尔法门 我走路有走路的波尔法门 现在人走路啊 开兵式 就是入波尔法门了 嗯 那么现在都是走偏了 那么古代的 嗯 古的 他所谓的无言 也不能便宜无言啊 如果你制定于无言 那也错了 啊 那也成为断灭剑 所以无言 也不是只完全表达无言 因为大家都用说嘛 你不用无说 怎么能够表示啊 啊 实际上是说而无说 无说而说 那么 维摩阶是无说而说 啊 而文书是说而无说 啊 所以在波尔里面 啊 第四天王 赞叹虚布帝 啊 尊者善说波尔呀 啊 你很会讲波尔 啊 虚布帝说我乃无说 我没讲啊 我乃无说啊 啊 那么第一是说尊者无说呀 我也无闻啊 你没说嘛 我也无闻啊 不过这个无不是没有啊 你不要把它看着没有啊 看着没有就糟了 不是这个意思啊 他无说也不是完全没有说呀 他无说也不是完全没有说呀 既然在那他 你善说 善说为什么无说呢 你 说而无说啊 啊 那么听的人呢 要听而无听 无听而听啊 啊 这样才是真的会闻法呀 真会闻法啊 啊 那么听法也有三不等啊 有浅肉身 有人只听到音声 听到这个说法的声音 啊 这是闻声 有人能够听到他的意义 闻意 有人啊 他的境界最深啊 他能闻理 啊 言外之之 他都能够体会 这个最高的文法的境界 真正能够闻法的人 但是这种人呢 恐怕别说是百中无一 千万中也难得一味 啊 那么普通一般 差不多都是文声的 听音声的比较多 文声啊 三十年前我在一个地方讲经 一个寺庙请问去讲经 啊 那个地方是讲台语 明南话的 公和乐 啊 那么我也只好学习 啊 那么讲明南话讲经 啊 那么讲了几天啊 有一天早上 就是头一天刚刚吧 如是我们讲过 第二天早上有一个 啊 有个居士来 啊 来拜佛啦 那我正在外边呢 在那里散步 他一看到 哦 法师在这里 都很高兴啊 无敌头地鼎礼啊 同时也就赞叹了 哦 法师你真厉害 真厉害 真厉害 我都听了呢 我真的吗 啊 你听有吗 他也听不懂 我是虎落人 你也说虎落他也听不懂 啊 你对啊 他是虎落人 我是说虎落 他也听不懂 啊 听有啊 啊 听有啊 我真的问你 我问什么道理啊 嘿 我都不知道哟 这个就是文声 听什么呢 文声 什么意义 母子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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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这个是 普通一般天津的人 这种文声的太多了 啊 不过能文声还不错呢 能文声就算好了 不要只听那个鼓掌部队的怕跑干 那不是只文声了 那是文的这个杂音了 那么真正能文法的人 能够无文而文 文而无文 那才是入礼之文 真正入波尔法门 那么这次说这个入波尔法门呢 就是诸佛原教之礼 啊 究竟原礼就是入波尔法门 入波尔法门就是体悟到究竟原礼 啊 这就是根据维摩经 说这个入波尔法门呢 显示这个原礼 下面就是引证波尔经 金刚波尔 啊 就是平常念的金刚经啊 啊 波尔名最上圣 啊 波尔是金刚波尔 波尔有四处十六贵啊 啊 金刚经是其中一会 啊 金刚波尔经里面有这么一句话 说如来未发大圣者说 为发最上圣者说啊 啊 那么这个佛佛法原教就是最上圣 所以说原波尔明最上圣 波尔经金刚波尔里面说最上圣法啊 啊 这就是原教之礼了 最上圣就是指的原圣啊 原教之礼 下面是引证这个 涅槃经啊 涅槃 明一心五行 显示的这些明相啊 就是比较麻烦一点啊 涅槃经 他讲五行 五种修行阶位 五种修行法啊 啊 就是圣行 翻行 并行 嗯 天行 影儿行 有这五种啊 涅槃经讲这五行啊 说的很多很详细 把这些立别五行一说完之后啊 啊 最后他说啊 这个 如来行 就是一心具备五行啊 佛所修所成就的如来行 就是一心五行啊 所以叫做涅槃 一心五行啊 就在一心当下具备五行啊 诶 经文里面呢 他是这样说的 把五行一分别解释完了 讲了好多好多 说完了 到了最后啊 浮游一心 是如来行 所谓大圣大波涅槃 我们留到下次再讲 今天就讲到这里为止啊 下头 我这一心里 是什么意思 我这心里 没想到你 我这心里 就在这心里 是什么意思 你也不想到你 我这心里 好看 那是竹子 我这心里 是什么意思 我这心里 我这心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认识中华护生协会 经持佛陀 无缘大慈 同体大悲 以及众生平等慈悲相待理念 慈悲智业于2002年成立了中华护生协会 以倡导救护一切众生 尤其时代环境变迁 放生一定要配合政府所宣导的保护生态环境 以及物种生存条件等各方配套措施 在放生更要护命的宗旨下 护生协会这几年都采用筹建护生园区的方式来拯救生命 以安养勿命的方式来推广来救护生命 目前 护生园区于宜兰共有四处园区 新北有一处园区 于云嘉南地区有十处 高平地区六处 金门设有一处 护生协会在众生平等慈悲相待的理念下 所推广的会晤有 一 不定期举办各内护生救生活动 以教化世人尊重生命 爱护生命 二 任养清寒学童的活动 筹集清寒子弟助学专款项目 以及提供海外僧节 耶护经费 在国外僧众寻找护取功德主等行动 三 国内外急难救助 以及应生未生胎儿的免费超度登记 四 协助佛教慈悲至业基金会 2021年节下的防疫共僧包发放等 只要是护生众生 利益众生的善行 都是护生协会所努力的方向 为了大家可以更好地了解藏传佛教 为了大家可以更好的了解藏传佛教 为了大家可以更好的了解藏传佛教 也能够更客观的去了解不同的宗派和建议 所以我觉得今天还是要有必要 要讲讲这段历史 不管怎么说呢 他对千百年来整个藏传佛教的发展 都起到了至关重要 可以说是决定性的作用 这就要讲到藏传佛教史上最著名 也是最有影响力的一个事件 就是顿见之争 甚至时至今日 其实在藏传佛教当中 类似的争辩还在积蓄 所以我觉得各位至少对此 都有一些多多少少的了解 或者可能有听说过一些蛛丝马迹 那么这个顿见之争是什么意思呢 他们争的是什么呢 这是顾名思义啊 顿见之争就是顿门和贱门之间的争论 顿门呢也就是顿悟法门 在这场辩论当中呢 主要以汉帝大禅师摩赫也为代表的 我们大家都熟知的 这个由达姆祖师所创立的禅宗一派 那见门呢 正好相反 他们主张的是见之修行 从而成就佛果 在当时呢 是由印度高僧莲花界为代表的印度僧众一方 那么这个顿见之争是怎么开始的呢 大概是在公元八世纪后半夜 连师已经离开了吐伯 几乎大师也圆寂了 之后呢 赤松德镇为了这个广宏佛法 命人呢 从这个汉印两地分别迎勤高僧 修塔建司 一经设斋 那么从印度请来的是 以济护大师的弟子 莲花界为首的三十多个出家主 而从汉帝迎请的呢 则是来自当时在敦煌一带的 大禅师摩赫也的三位僧人 那些以莲花界为首的这些印度僧众呢 向这个赡布请奏说 那些唐朝僧人所传授的顿悟禅宗呢 并非佛说 请赡布废除所有禅宗在徒伯的传播和教授 那摩赫也和几位禅师 听闻这个消息之后呢 就回禅三部说 既然印度的僧人对我们的这个法教有质疑 那就请他们收集和整理出一些经义上的这个问题或者疑点 我们来回答便是 如果真的像他们所说的禅宗的法义有任何的错谬 或者说是佛法大义之间有任何插持 那就请赡布马上停废禅宗法教的这个弘扬和休息 于是呢 就赡布就答应了摩赫也的指向提议 接着呢 就那些印度的僧人呢 开始用各种方法 而且用了很长一段时间来查找经义 又是就是搜罗各种问题 总之呢 各种挑词找毛病 但是呢 无论他们怎么辩论 怎么刁难 摩赫也大师都是对达如流 后来呢 这个印度僧人呢 实在没办法 资之理亏 前驴祭穷 最后呢 既然想方设法 迷惑朝臣 勾结彭党 就为了为难 这些禅师们 这个 《顿入大圣正理诀》里面说 当时有两名藏族僧人 因为这个禅宗遭到这个毁谤 深感不平 甚至未法捐躯 除此之外呢 还有三十多名这个生物禅礼的藏族出家人 联合起来 向赞卜请奏说 如果这个禅宗像那些人说的那样不堪 那我们宁可脱掉袈裟 跳崖自尽 那些印度人 那些僧人听说这些事情之后呢 就各个就是破胆 惊魂 自残行贿 总之呢 这场这个顿见的辩论持续了三年 直到公元794年结束 那么现在就问题出现了 根据这个藏文的史书把歇众的记载 顿见之争的最终结果 是由莲花戒为代表的这个戒门一派完胜 而这个摩赫野为代表的这个汉帝禅宗洛伴 而禅宗见地呢 被证实非佛所说 是不正确的发教 所以呢 随后呢 赤松得在呢 便在整个吐蕃下令 禁止和废除禅宗的传播和供养 并且呢 摩赫野一行人 遣返汉帝 因为虽然这个顿见之争啊 听起来是一次一千多年前的争论 但是呢 实际上呢 这个争论一直延续到今天 藏传佛教的这个后红旗呢 逐渐形成了以现在这个四大宗派为主的各个教派 这些教派里面呢 就有很多学者认为 宁马派的这个大元马和嘎举派的大手印 这两种修行和见地啊 都是属于顿悟法门 受到这个 这个受到这个汉帝和尚 摩赫野 也就是这个禅宗法脉的影响 而历史呢 已经告诉我们 摩赫野的禅宗建地是不究竟 不如法 不符合佛教 佛陀经教 所以呢 换句话来说的话 大元马和大手印 也都是不究竟不如法的修行和见地 于是呢 这些修大元马或者大手印的 这些宁马派和嘎举派的这些学者 也不断地想尽办法的 把大元马和大手印跟这个禅宗呢 撇清关系 坚称呢 自己的见解啊 见地跟摩赫野是完全不一样的 但是呢 实际上 问题根本不是出在这儿 问题的根源 在于这个禅宗本身呢 没有任何问题 顿悟法门呢 也没有任何问题 他们并非把歇描述的那样 是一种不如法 不究竟的见地 当然了啊 今天这个听课的各位啊 基本上都是汉帝的子孙 相比于这个藏族人呢 都是比较了解和熟知禅宗的 禅宗作为这个千百年来 这个汉帝啊 甚至日本韩国越南等等很多国家 流传最广 也是影响最深远的大书的佛教派系之一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继续讲这个藏族佛教的这个历史啊 正如曾经这个连世的预言 汉帝的后代呢 没过多久就 可以说是断绝了 持绝得战之后的这个第四代 战部叫做 达玛武东战 历史上呢 普遍称它为朗达玛 就是藏族版的牛魔王 就是吐蕃帝国的末代皇帝 末代战部 他与这个公元八百三十六年继位 虽然在位时间只有短短的六年啊 可是呢 却做了惊天动地的事情 什么事情呢 他进行了大规模的这个佛教灭法运动 后人呢 被称为朗达玛灭法 那么他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和动机去灭法呢 那现在呢 就是众说纷纭 有各种各样的揣测 除了这些对佛像 或者寺院等等 这些硬件的破坏 什么摧毁之外 最重要的是 他打压和解散和 他打压解散和清除了僧段 清除僧段 具体来讲 他那时候不仅杀掉了很多出家人 驱逐了当时在吐蕃的外国僧人 而且禁止来就是从印度啊 从大唐来那些高僧来来到吐蕃传法 而逼迫很多僧众管署 强行让他们去打猎 而且呢 对那些不听话或者反抗的僧人呢 就斩立绝 那么我们回到这个历史啊 刚才提到 公元842年的时候 朗他们由于这个引起共愤 而被刺杀之后 他的两个儿子 吐蕃传和永滇 为了这个争夺王位 进而就分裂成两股势力 虽然呢 吐蕃算是继承了王位 成为了赞卜 但是呢 永滇一派呢 并不承认他的政权 所以呢 多年来呢 两方的争斗不断 情况日益恶化 大概在九世纪末的时候 吐蕃各地相继发生 这个臣民暴动起义 吐蕃的儿子 也就是当时的赞卜呢 被刺杀了 吐蕃的王朝呢 就此分崩离析 然而呢 永滇一派的势力 仍然对这个吐蕃的后代 穷追不舍 最后呢 无奈之下 吐蕃的一个孙子 叫做 杰德尼玛尔 直接逃到了现在的阿里地区 才算是逃出生天 所以呢 后来呢 这位吉丁尼玛尔 混成 吉丁尼玛尔 成为了什么 成为了当地的王 从此就开始了 同治阿里地区 那么这么算起来呢 这位这个吉丁尼玛尔 算是朗他妈的曾孙 他本人呢 也有三个儿子 然而他为了避免 像他祖辈那样 为了争夺王位 手足相残的悲剧重演 所以呢 他就把阿里 就分成了三个地区 分别交给了三个儿子 进行统治和管理 也就是历史上 阿里三地区的由来 那么 这三兄弟当中的二哥 叫做扎实德管 他被安排来统治 当时阿里东南部的 布朗一带 也就是今天的 普兰县 后来呢 他在这里建立了 历史上非常有名的 古戈王朝 那么这个古戈王朝的建立呢 大概是公元十世纪末的时候 扎实德关 就是他的开国之君 第一代君王 接下来呢 他的儿子 也就是古戈王朝的 第二代君王 叫做什么呢 叫做 宋耶 是一名虔诚的佛教徒 后来呢 他就退位出家 法名叫做 拉拉玛 伊西尔 就是当时第一位 想要迎请阿底下尊哲 入藏的古戈王朝的国王 为什么说是第一位呢 因为他直到此事啊 都没有成功的请到阿底下尊哲 最后是他的后代 才将阿底下尊哲 请入藏地 那他们是怎么请到阿底下尊哲呢 我觉得 要下回分解 所以呢 我们今天讲到这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